常年期第八周星期六 我也不告诉你们 攻读圣马尔古福音十一章二十七到三十三节 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 当耶稣在殿里徘徊时 司机长经师和长老来到他跟前对他说 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或者是谁给了你权柄做这些事 耶稣对他们说 我也问你们一句话 你们回答我 我就告诉你们 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若汉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 还是从人来的 答复我吧 他们心中思量说 若我们说是从天上来的 他就要说 那么你们为什么不信 但我们怎敢说是从人来的呢 他们是害怕民众 因为众人都以若汉 实在是一位先知 他们便回答耶稣说 我们不知道 耶稣也对他们说 我也不告诉你们 我也不告诉你们 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 早上好 我也不告诉你们 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今日福音主耶稣的最后一句话呀 是我发觉了我们人类在交谈方面的困难 比如 为什么咱们在交谈中会突然终止 为什么我们坐在一起没有一句话可谈 为什么很多夫妻之间一说话就吵架 为什么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来 会立刻激起对方的反感和愤怒 为什么我们谈论了几个小时 依然感觉到空空荡荡 没有内容 为什么很多父子不能和善地交谈一次 为什么有些事情我们宁可告诉外人 而不愿意告诉家人 同一个团体和教会内的人 为什么同事一场 同学一场 同在一个团体一场 分手时竟然没有丝毫留恋 为什么在教会内的交谈 往往比外教世界中的交谈还难 为什么我们尽心尽力地说出心里话 依然会遇到闭门羹 为什么我们的好心别人却当成驴肝肺 那么这么多的为什么 就是我们今天要默下的内容 我们要用今天耶稣福音来光照我们这些问题 首先呢我们说第一交谈的故事 咱们先讲几个故事啊 故事呢 都简单的啊 2000年前我加入修会 就在当天晚上啊 他就这个修会团体就让我感到一股温馨和安慰 是因为一个弟兄 因为他们安排我在弥撒中做主祭 当时我有点胆怯 因为与啊 这些甚至有外国神父一起弥撒 我不知道他们的礼仪是否有所不同 第一次嘛 一个外地来的 他们是尊重我 但是我却有点胆怯 正在我忧郁之际 就有一个神父对我说 他说神父 要不今晚我煮即 你明天再煮 非常感谢天主 我在这位神父身上看到了 他处处为别人着想的精神 那么这个神父呢 就具有这个团体的神恩 他特别会建立团体 还有一次在一个火车上 有一个弟兄以三个陌生女孩打牌 我非常欣赏这个弟兄 因为他这样的三个女孩子 哄得非常开心 那么这位弟兄身上看到的是 尊重和偷妻所好 就是让别人高兴 这一点本事可不是简单的 有的人不会呀 小男人做不到 还有我们正丁教区 有一个霍神父 他已经过世了 可能他在我们整个教区 是唯一一个被众人都说好的神父 不是因为他的能力和才华 而是他与众弟兄们的关系 在他身上我看到的是 待人已成 谦卑文和 他从来不说别人 特别是暗地里 除了这些正面的故事外呢 咱们再说几个反面的故事 有一次我发现一对夫妻 在短短半个小时的吃饭时间 他们就不断地吵架 女的喜欢说话 那个男的呢 看似在点头哈腰说是 但是却缺乏真诚 在他们身上 特别在这个男的身上 我发现了一股从内心 对女生的轻视和敲不起 这种敲不起 当然不是什么深度邪恶的 而是一种自然的男人的优越感 觉得女孩你能懂什么 我觉得这种内心的敲不起 是他们交谈的问题所在 还有在一次大学生的聚会上 我发现有一个男孩 很不讨重女生的喜欢 因为这个男生 常与女生的缺点开玩笑 比如对那黑的说你真黑 胖的说你真胖 对有的简单点的姐妹说 你真傻 那么这个男人的问题是 不知道尊重和尊严 咱们再举几个比较严肃的例子 多年前有一位弟兄对另一个说 这一次你带上这位姐妹 去到那个地方传教吧 事后有一个老神父 就提醒着另外一个说 你怎么这么傻 为什么看不出来这是个圈套呢 他想让你变得和他一样 都有了这个作风险影 当然这位老神父说的 未必完全准确 不过我们要看的确实 这个坏心诡诈 拉人下水的嫉妒心词 的确是交谈中的魔鬼 这是一个坏啊 咱们再说一个例子 有一天有一位上司 对他所下部门的主管说 你为什么不能在你的团体中 找几个坏学生来开除 你看看人家某某老师 眼光锐利 立刻就发现了谁好谁坏 可惜当时这位主管呢 他比较傻一点 看不出这个门道来 因为那位上司是暗示 这位主管 将几个曾经和他做过对的 学生开除 这就是借刀杀人 也叫嫁祸于人 那么这个就比较严重了 这就是福音中 黑洛德比拉多司机长 经师和长老们的鬼诈 当然上面这些故事啊 并不代表一个人全面根本的坏 一个会交谈的人 比如我说的那些会哄 女孩子的人并不代表他整个的好 但是人家在那交谈的一点上 是我们值得学习的 我们知道 其实我们人一辈子就是要学习 如何和人相处 是在天主和在爱内的相处 真心诚意的交谈 心无诡诈的相处 事实上我们与人的关系 也可以类比我们与天主的关系 如果一个人待人诡诈 他也不可能有一个圣山的天人关系 一个不知道尊重人的人 你觉得他会尊重天主吗 一个讲别人都看成工具的人 那天主不是也是他的工具吗 虽然这些可能有例外的现象 我说的例外是外在的例外 但是根据圣罗旺宗徒对爱主和爱人之间的关系注解 我们也可以做这样的定论 那所谓的例外是指那些看似 比如人际关系不好的弟兄 其实有数是天主的安排 比如耶稣基督其实在福音里面 人际关系并不好 他不会拉拢那个权贵 他就守着一些非常傻的穷人 就连他的弟子给他的关系最后出的也不好 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弄了个重判亲离 其实很多圣人也在这种关系中 这是天主为了保护另外一种真正的关系 相反的 有些人人际关系很好 其实却没有一个真正在天主内的人际关系 所以我们所说的圣善的交往和人际关系 不是表面世俗化的 而是在基督内的真诚友谊 咱们下面看一下困难和增长 我要说第一点我们交谈的困难是什么 缺乏真诚和信任 在交谈方面之所以失败 很多时候我们缺乏一个真诚受教的心 彼此间的信任 所以不能进行下去了 第二个大的困难是什么 自私诡诈坏心害人之心 是交谈中最大的障碍 这种人在待人接物方面 往往很有素质 表面很稳重大方 但是在与他们的交往中 往往一开始还可以 因为他们的素质隐藏得很深 表演得很好 将别人都蒙在鼓里 但是不要遇到切身利益 时间一久就不行了 内心的诡诈 坏心就会露出水面 此时此刻 所谓的友谊誓言 隔门意气 多年所见的人际关系 各种微信都会瓦解 最后这种人的人际关系 还比不上那些由于个性 骨疲软弱的人的关系好 因为个性缺陷 不是交谈的最大核心问题 比如有的人说话声音大了 武断莽撞点了 可是却有一个诚心的心 这个心是建立关系的基础 第三呢 虽然这些缺点 不是核心 但是也是障碍 因为基督的爱的 要求我们走向完善 咱们举个例子 缺乏爱心 缺乏耐心 有时候也会严重的出问题 因为你有爱心 但是你缺乏耐心的爱心 是就是残疾的爱 不能全面的帮助人 有时候还会造成很多悲剧和灾祸 我们看有多少夫妻同事圣照 就是因为缺乏爱心 彼此之间缺乏耐心 最后造成悲剧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 有的人说话难听 也是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有时候 一句甜蜜的语言 使人七四回生 一句鼓励人的话 使绝望的人冲染希望 咱们不能以这为借口 我刀子抠 我豆腐心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的嘴 也代表我们的心 那么咱们最后呢 看一下耶稣怎么告诉我们 第一点 做智者而非傻子 在福音中 我们处处看到耶稣 如何以智慧 将那些心怀叵测的人拨毁 所以基督徒不是做傻子 而是做智者 因为傻子虽然可爱 可怜值得同情 但是却没有能力 建立真正圆满的关系 傻子也听不懂耶稣的话 看不懂别人的真正需要 那如何去服传呢 其次 做真诚者 而非聪明者 真诚和聪明对比 那还是真诚好 比如咱们今天中国教会 有很多问题 地上地下 谁对谁错 其实我们只要怀着一颗 诚心诚意的心 尽管我们在有生之年 都可能看不到问题的解决的一天 但是不要紧 因为在天堂上 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就如主耶稣 直言不会说的 我也不告诉你们 一样 很难听 但是有用 相反的 我们靠着人性的聪明技巧 比如一语双关了 左风又圆了 七畅满下了 说谎了 看似解决了问题 何其融融 但是真理和爱的被破坏 那和关系好不了 在天堂上也得不到解决 因为天堂上不会接受那些心怀诡诈 浮潜浮夸的人 谎言连篇者是上不了天堂的 最后呢 咱们说一个重要的就是 交谈是个十字架 我们不能妄想 不通过痛苦就可以建立 深入的友谊关系 不可能 因为原罪后 真正的爱 真诚的友谊关系 都必须要经历 十字架的净化 才可以看到 所以我常常鼓励那些 爱情上失败的兄弟姐妹说 不要害怕 只要我们有一颗 对人对主真诚的心 有一天天主将 撕给我们一个圆满的爱情 我有一个想法 不知道对不对 我总觉得将来在天堂上 很多个离婚的夫妻们 将抱在一起 抱头痛苦 获得安慰和和解 就像雅各布和 厄萨乌一样 二十年之后 两人相遇 抱在一起 都哭了 创世纪 三十三章四节 我想咱们中国教会 也是一样 最后呢 邀请大家和我一起 唱一首歌吧 你离开药 你离开荣耀的据说 过着奴仆的生活 北顶是你什么都不说 流尽最后一滴鲜血 阿耶稣你就是爱 你的爱 征服了我 伤心与挫折 肥帮已剥夺 伤心与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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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心与挫折